當然,其實如果假設,因為我們剛剛是用土法煉鋼的方式完成的話 假設說我今天不要用剛剛的方法 因為你會發現剛剛還是用date的函數 當然你可以想辦法,要不然你就錄字聚集 把它變,剛的動作錄下來,然後再做 要不然的話,你可以寫一個VBA程式 我在雲端排版裡面其實有放,就是修正日期的VBA程式 基本上我的寫法是這樣的 第一個,我可以告訴他說我要修正的範圍 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sub sub名稱也許叫修正日期Enter 再來我先把這個恢復一下 所以剛剛這個我把它恢復,就重新下載,清除之後重新下載 這個是沒有修正的 有沒有 然後我用修正的方式的話 我們可以跟他講說 4i 等於第幾列呢?第2列 到第幾列呢? 到 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當然你可以Ctrl向下 37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方式,用追蹤的 你可以打37 不過37假設你將來會變動的話 那會變成說你一直要改這個數字 所以你其實可以向下追蹤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Range 我把游標放在哪裡? 放A1 然後讓它向下追蹤 點END END的話就是有點像Ctrl鍵按住 然後向下的話就前瓜阿虎跟他講說你幫我Ctrl向下 Ctrl向下之後呢移動到這邊它會停在這裡 那你幫我把37這個數字放在這裡 所以你加一個點RAW就可以了 37是一個資料 幫我把37這個資料把它抓回來 37這個是一個列 所以它其實就把這個資料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RAW 這個屬性裡面 那就把這個資料幫我幫 所以這個地方就變37 將來如果資料變更 它這邊也會變動了 所以這個寫法 我是覺得比較有彈性 OK 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基本上 幫我修正 那修正的部分的話怎麼修正? 修正的方式就是 幫我把這邊裡面的資料搬出來 修正完之後再放回去 那怎麼修正呢? 這個位置叫Sales 哪個儲存格呢? DI列的 哪一欄? A欄 OK 那等於什麼呢? 意思說這個是我要放的 那等於就是說我要把這個資料一樣跟剛剛類似 把它拆開來 然後中間加斜線而已 所以其實做法跟剛剛類似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用Labs Labs是抓什麼呢? 抓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一樣是Sales 是Idea的A 裡面的第幾個字? 第四個字 OK 那就前四個字 然後串接的話就AND AND一個斜線 斜線是這個斜 然後在空一格再AND 一樣 再來就是Mid 中間Mid 然後哪一個地方的資料 一樣 把這個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在第幾個字呢? 第五個字開始 取幾個字? 取兩個字 然後空一個再一個AND 然後AND什麼? 一樣 從這邊抓 AND這個 AND斜線 然後最後的話用Write I G H T 這個跟剛剛有點類似 有沒有 然後去抓什麼? 抓這個資料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然後第幾個 從尾巴算過來 兩個字 好 全部幫我串在一起之後呢 就幫我把這個串好的結果 丟回到原來的儲存格 所以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一下 這個地方還沒執行 你看一下這個 它串完之後丟回來 所以 按F8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串完之後 丟回來 就會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底下 我讓它全部RUN 這樣的話就全部OK 那你會發現 奇怪 你現在怎麼有緊字號錯誤 其實這不是錯誤 這個是欄寬不足 所以如果你要解決欄寬的問題 所以你也許可以再加一個 叫Column C-O-L-U-M-N-S Column是欄的意思 刮鬍是哪一欄 A欄 幫我做 自動調整欄寬一下 點什麼 點AUTO 自動調整就AUTO 然後 調整欄寬就FIT FIT 這個意思就是自動調整 所以如果你修正完之後 你可以再把它修正 所以這邊再重新跑一下 把這個再回來一下 然後重新抓 然後修正AUTOFIT 有沒有 它自動調整欄寬 這一行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有點像是自動範圍 拉寬一點點 讓它變成不會是緊字號 所以最後 假設你要 下載完之後 就自動執行這個修正日期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再寫一個什麼Col Col修正日期就可以了 所以把這個修正日期 的SAP名稱 放在Col的後面 並且加個空白 那它就什麼 假設要執行 所以這中斷一下 它是先清掉 然後再重新下載 下載之後的話呢 再去執行什麼 這個 有沒有 然後就自動幫我修正完了 那就OK了 一次就完成 所以 下載日期之後 再修正日期 那修正完日期之後 我們其實就是把剛剛的動作 把它 這個 畫這個圖的部分 再把它變成VBA 不過 假設你程式不會寫的話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動作 就是用什麼 錄製去期 就可以產生程式了 跟各位講 其實 如果你要畫折線圖的話 程式基本上 只有兩行而已 最重要就是那兩行 那你錄下來之後 你可以不用先去 這個 移動到這個位置 因為 我們再來 我是建議 你說錄製之外 你如果會改VBA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移過去了 所以 待會 第一個修正 日期的VBA 那我有把它放在 雲端上面的第1期頁 第2頁的地方 在這一段 這程式有點長 它會折行 OK 第2個的話 就是 錄製聚期 把剛剛那個動作錄下來 錄完之後留下兩行就可以了 所以我 教各位 錄製 先把範圍選起來好了 你先選 因為理論上 你 選的動作 那個程式不需要 所以你不用錄 所以你第1個 這插入 先選範圍 然後插入這個 開發人 我錄製好了 聚期一 然後就有什麼 插入 這個 這個是有節點的這個 然後 它就出來了 就把它停止就可以了 停止錄製 你會發現 聚期一裡面 其實就是兩行程式 就是這兩行 OK 其實 我們拿這兩行來修改就可以了 你想說這兩行 它做出來結果 假設我這邊把它刪掉的話 你在執行的話 它其實又會在畫圖 畫在這裡 那你想說老師 可是我不希望放這裡 我希望放在M1這個位置 然後寬的話500 高的話是10個 10列高 那這個地方呢 我要怎麼改 OK 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這兩行 再增加4個參數 它就會做到我們要的結果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